今天早上来祝福神 来的亮神 我们的美好 我们来祝福我们的上帝 好 今天早上 当然我们还没有分享之前 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 我们祷告说 上帝今天想象的花语 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带我们感想我们的生命 我们来祈祷祷告 祖祖很感谢我们赞批 祷告说 今天早上一个花语 再次来 激励我们 祖来再次的带领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透过一个花语 祖来能够在 祖来我们走前面的大步的时候 是刚强的 是坚强的 祖来让我们走前面的大步的时候 我们是充满着能力的 祖来祝福今天早上 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 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来动工向我们说话 奉祖耶稣的名祷告 对 好吧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念 在耶稣阿基第七章 一大五节 我们一起来念 这些人在丹灭的路上犯了罪 因为犹大资败宗 谢拉的曾孙 下敌的孙子 将你的儿子雅干 取了丹灭的路 严格华的怒气 就向以色列人发作 但向耶稣亚从 叶利哥打发人往 伯特地东坑 靠近伯雅文的爱情去 吩咐他们说 你们上去窥探那地 他们就上去窥探爱情 他们回到耶稣亚那里 对他说 众民不必都上去 只要有三千人上去 就能公许爱情 不必劳累 众民都去 因为那里的人小 于是 民众没有三千人 上哪里去 竟在爱情人面前逃跑了 爱情人击杀了他们 三十六人 从城门前追赶他们 直到四八名 在下坡杀败他们 众民的心就消化如雪 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的情况 就是以色列人 他们要去攻打一个城市 这个城叫做爱城 而这个爱城 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 告诉我们说 当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 他们的结局是失败 他们落跑回来 而且当中呢 有很多的 有一些的这些的兵士呢 也丧失了他们的生命 可是在这还没有攻打爱城之前 大家看圣经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又攻打了 另外一个城市 叫做耶利哥 在他们攻打耶利哥的时候 他们的结局是得胜的 他们是战胜的 可是在他们攻打爱城的时候 却是失败的 而耶利哥和爱城呢 有一个很大的分别 耶利哥是一个强大的城市 而且里面的军队呢 精兵呢 是非常的强壮的 你还记得吗 当这个耶稣派十二个盘子 进入到耶利哥城 去窥盘的时候 有十个盘子回来的时候 告诉耶稣派什么 告诉他们说 那里的人又强大 那里的城墙又非常的高 我们这些以色列人 怎么能够打圣他们呢 他们是带着消极回来 可是因着上帝的带领 他们得胜了耶利哥 可是当去到爱城的时候 这个爱城呢 距离耶利哥才有十六公里 不远的地方 同样的 耶稣派也派了探子去 告诉这个探子回来的时候 告诉耶稣派什么呢 告诉他说 哦 这个城市是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其实在那里的人民 只有一万多的人能力 所以呢 因为我们这些以色列人啊 我们的兵士呢 只要派三千的人 却能够呢 打圣他们 足以能够呢 打败这个爱城 可是结局呢 却是什么 输的 却是失败的 为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 从这个爱城的教训里面 我们来学习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以色列人面对 当他们打这个 攻打爱城的时候 失败里面所得的教训 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来做一个防径 在我们的身上呢 在我们的生活上呢 能够做一个的借记 让我们重蹈覆辙 他们所经历过的失败 好不好 好 第一点我们来看 我们要讲一次雅干的罪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 讲一次雅干的罪 雅干的罪 在爱城的藏阵上 以色列人只是失败了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着 一个人背立了上帝的命令 当这个他们攻打 耶利哥城的时候 上帝告诉他们说 你们当中 耶利哥城里面 所有的财物 还有深处 一样都不可以拿 可是当中就有一个人 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就是雅干 他们拿了 这是耶利哥城里面的 其中的一些的固件 所以他们看到 因着一个人 背立了上帝的命令 整个的以色列人 都受到连累 整群的以色列人 都受到灾难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 生命当中 我们看到吗 上帝看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非常重要的 若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 我们都愿意遵守上帝的话语 都愿意宣服上帝的话语 祝福救灵到我们当中 可是相反的 若我们今天其中一个人 违背上帝的话语 不顺从上帝的话语 因着这个人 其他人要受到连累 因着一个人 背立上帝的命令 他的家庭要受到连累 因着一个人所犯罪 这个社会 产生了许多的问题 因着一个人 所做错的事情 可能他工作的环境当中 要受到许多的问题困难 不是吗 今天我们打开报章 今天我们看看 这些的电视的新闻 我们就会看到 有许多的这些的问题 还有这些的 社会上许多的这些的灾难 很多时候 它的根源是因着什么呢 是因着一个人的问题所产生的 对不对啊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要知道 你是非常重要的 你在神家是非常重要的 神力看中我们的一个人 有没有 好不好 告诉你 哪个人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看 雅干瓶拿了什么 雅干瓶的两件东西 第一个就是 试拿万一 另外一个就是 他拿了一些的金银 财宝 这个试拿万一呢 代表着巴比伦 巴比伦当时候是一个 非常可以说是 一个文明的社会 他们当中所出产的 这些的产品 可以装饰 都是非常的珍贵 而且华丽的 当雅干看到 这个华丽的衣服的时候 才说什么呢 把它施藏起来 而且雅干也拿了 两百四颗了 如果以现在的重量 来计算的话 它是二点上公斤 所以我们看到 雅干 他所拿的东西 并不是很大的价值 对不对 他有价值 可是他的价值 不是非常的大 可是雅干 看到这种漂亮的衣服 看到一些精彩宝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的心 是起了贪心 因着他的贪心 他把这件华丽的衣服 收起来 把这个银子 收在他自己的贪物里面 所以这些什么 有没有看到吗 无论在哪一个世代 贪心 就是一个引起问题的根源 就好像刚才我主说的 当你打开报纂 当你看到电视新闻的时候 你看到这些的问题 和这些社会上 人所引起的困难 很多时候 它的根源 都是因着一个人的贪心 所引起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都是因着 人自己的私欲贪心 所引起许多的问题 和这些的 种种的这些的困难 在前面 所以弟兄姐妹 贪心是一个非常要不得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世纪里面 也明明地告诉我们什么呢 明明地告诉我们说 贪心是与败偶像一样 是上帝所恨恶的 上帝所不喜悦的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真正的要 谨守我们自己 不要让贪心 暂去我们的心 不要让贪心 牵引着我们 使我们 进入到罪的苦麻里面 老师好不好 我告诉你旁边 希望不要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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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初期教会 我们看到 在始祖的时代 有一对的夫妇 当时候在初期的教会 跟这个教会 刚刚开始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很多的这些的弟兄姐妹 都愿意的来奉献 都愿意的把自己的财草卖了 来奉献 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同样的有一对夫妇 他们叫雅兰尼亚的夏威拉 他们很愿意的也想说 我们也要奉献 可是当他们 面外的他们的家长 他们看到 所得到的这些金银财宝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不舍了 就把这什么呢 就把一部分的收起来 而一部分的 把他信 把他带到彼得的面前 所以你说 他把自己不舍的 一半收起来 一半奉献 没有问题 可是当他来到彼得面前的时候 他说什么呢 他告诉彼得说 彼得 这就是我们卖了所有的财产 所得到的 可是这不是所有的这些一部分 而这两个人的决定是什么呢 他们刚才死在彼得的面前 是上帝欺杀他们 所以我们看到了 弟兄姐妹在初期的教会 上帝要捷径教会 上帝不容许罪在教会里面 如果上帝容许罪在教会里面 撑罪就会蔓延到其他的地方 到其他的弟兄姐妹 所以上帝当起初的教会 被建立起来的时候 上帝非常的严谨 舍怕那些 舍怕那有罪了 所以在雅干的生命里面也一样 在以色列人当中也一样 因此雅干一个人 其他的人都要受到连累 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要切记 只有你是在教会里面 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你的生命是非常重要 没有的话 因为你的生命 如果进入到任何的情况当中 你整整的教会 可能都要在因着你一个人 或者因着某一部分的人 教会不能够继续的前进 也受到拦阻 Amen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约虚亚他说什么呢 约虚亚对亚当说 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 今日焰黄 并叫你受连累 而约虚亚会告诉 对亚当说这句话 是证明什么 亚当你不是一个人犯罪而已 你不是在面前得罪上帝而已 而是因着你所做的一切 我们整个以色列的百姓 都受到迁累啊 弟兄姐妹 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要很谨记的一件事情就是 不要让我们的生命成为 这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来连累 或者是连累到 再连累到其他的人 不是吗 很多时候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 如果一个家庭里面 有一个人有问题 整个的家庭都要受到连累 是不是 同样的 这个罪的问题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在整个的教育里面 上帝是非常的严厉的 来看待 如果我们一个人犯罪 不是你受到上帝的惩罚 或者是受到惩罚的 可能整个的教会 都陷入那种 属于的低潮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谨记这一点 而接下来我们看到 这个雅干 他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雅干 他怎么样的连累吗 连累到他的家人 而当时候雅干 不只是雅干 一个人受到对付 他的家人 他的牲畜 他所养的家里面的牲畜 牛羊鱼 都要一起的灭亡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 警戚这件事情 一个人犯罪 可能会连累到一个家里 可能现在会连累到 整个人民都受到招害 所以我们要谨记这一点 我们要与罪完全的隔绝 是非常重要的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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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败仗不只是因着哑纳的罪 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着 月虚软他的大义和骄傲 而我们来看 当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 月虚软他做了什么 他跪在上帝面前祷告 寻求上帝的帮助 来请问上帝我应该怎样的做 好让我们的人民能够打胜这个耶利哥 所以上帝就给他的方法 让他们能够打胜这个耶利哥 而且当到爱城的时候 月虚软要做什么呢 当他们听到他们说 这个爱城是一个小的城市 我们不需要很多的兵胜序 我们只要一些兵胜序就可以打胜 他就马上做决定说 好我们就这样做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 你看圣经的时候 没有提到 月虚亚他向神祷告 也没有提到 上帝告诉月虚亚说 你要怎么做 没有 所以这一切都是 月虚亚他自己下的决定 因此什么呢 当整个以色列团队 整个兵士他们打胜了耶利哥的时候 他们的心开始什么 骄傲起来了 他们开始觉得 哇我们竟然能够打败耶利哥 一个这么大的 这么强盛的一个城市 何况是爱城呢 一个这么小的一个城市 而且人民又不多 便室又不多 所以我们足以能够得胜 所以这个月虚亚他开始知道 心里面开始加快起来 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当我们觉得我们能够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当我们觉得说 我的成就 我能够有能力 达到高峰的时候 或者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一路走来都很平眩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开始什么呢 想说 我能够 我有能力了 所以我就什么呢 小小的事情 哎呀 这么小不用祷告了 对不对 不用麻烦上帝 所以我们自己来 约续亚一样 一定歌成 我祝告上帝 爱城 哎呦 这么小的是何必呢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约续亚能够自己去打吗 他们的兵士足以能够打胜吗 可以的 我们说抗能力他们是可以的 可是约续亚却弱了一点 因为他不知道 原来在他们当中 有人得罪于上帝 他数一数他的兵士 他自己有策来去衡养过 我们这么多 他们这么少 我们足以能够得胜 没有说输的余地 对不对 可是他没有想到 在他们当中 原来有一个人得罪了上帝 如果我们回想起来的话 回想过去的话 如果越需要真正的愿意说 在攻打爱城之前 来到上帝面前祷告 上帝我要怎么做 我相信上帝一定会告诉他说 在你们当中 有人得罪了吗 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你要把这个人除掉 我相信他就会需要面对到 打败战的后果 对不对 所以地区人员很多时候 我们身体当中 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 那是我们所面对到的困难 我们碰到钉子 很多时候是因着我们 那是什么呢 的骄傲啊 我们自以为能够的时候 我们没有来信敬上帝 我们没有真正的来 求告上帝 而正前去做的时候 我们衡量过了 哇 我可以 我们已经计算了 我可以 可是很多时候 前面的路你不知道 上帝知道 前面有没有发生的事情 你不知道 就是上帝知道 只是怎样我们愿意 来到上帝面前 来亲近来取靠他 我们就不需要走这些人 越晚路 就好像越舒然一样 他不需要面对到 一次失败的教训 所以地区姐妹 在我们平逊的时候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我们更应该要谨慎啊 在平逊的时候 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能够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 站立的稳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要谨慎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 跟你说解释第十三 第十二节那里说 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 免得跌倒啊 这句话 并不是消极的话 告诉你说 哦 你要每一步足的 都要很谨慎 哇 很怕 会发生什么事情 不是 他这里告诉你的意思 是在提醒你 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无论是大事 小事 你觉得有能力 或者是你觉得 没有能力的时候 你都要来 时时刻刻地 依靠神啊 若我们以为 我们自己能够的时候 我们自己觉得 可以的时候 身体里面告诉我们 说什么呢 魔鬼就来了 魔鬼不只是 在我们软弱的时候 来使得我们跌倒 很多时候 魔鬼也在我们觉得 我们自己 甘强的时候 使得我们跌倒 尤其是当 我们自己以为 能够的时候 魔鬼就讲 这个什么呢 骄傲 犯在我们的里面 使得我们自己 以为能够 我们就忘记了神 我们就 远离了上帝 圣经里面 这年告诉我们 什么呢 骄傲在败坏你先啊 李世人跌倒之前 是什么 骄傲 因着你的骄傲 你跌倒 不是因着 你觉得软弱的时候 你跌倒 很多时候 都是因着 我们自己以为 能够的时候 我们就跌倒 所以李世人类 圣经里面 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我们要谨慎在每一步 而我们看到 一个伟大的人物 马罗 我们知道 他是这么的 愿意 为上帝 是一个 有能力的 一个使徒 可是在他的生命里面 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是什么意思呢 就告诉他们 刚刚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罪人中 罪恶的那一个 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说 是要贬低自己吗 不是 他是时时刻刻的提醒他自己 无论我为上帝做了什么 我付出了什么 我做了 成就了 什么事情 我记得上帝的恩惠 在我的生命中 而他一直 在 他的话语上 有一次的事实的说什么呢 在哥林多前书 第15章第10节说 然后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 是奉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 不是土然的 我比众圣徒格外劳苦 这缘不是我 乃是神的恩 与我同在 所以保罗时时刻刻的 把上帝的恩惠 挂在他的嘴边 所以必须觉得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我们生命当中 无论今天 你是在怎么样的情况 顺境 还是逆境的当中 你不用时时 把上帝的恩惠 挂在嘴边 我们 我们从前 不认识上帝的时候 我们是罪人 我们是活在罪中 可是今天 是因着上帝的恩典 我今天能够成为这样子 蒙福的人 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 这句话要时时 挂在我们的嘴边来 免得 圣经里面说什么呢 免得我们忘记了 上帝的恩惠 和地方 所以好不好 都是女朋友认识说 要时时刻刻记得 上帝的恩惠 要时时刻刻记得 要时时刻刻 好 接下来你们看 在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在爱神的战争上 遭失败的时候 他们做什么事情呢 又需要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他自己本身 还有一个以色列的长老 他们跪在上帝的面前 圣经里面说 他们福福敬拜 在上帝面前祷告 而且失裂他们的衣服 福福敬拜的意识 就是他们肯切的 来到上帝的面前祷告 而失裂他们的衣服 就代表是他们回改 这些上帝的面前 所以义主要 当他遭受到这个 爱神的战争失败之后 他知道有问题了 他知道一定把他出了问题 所以他马上回到上帝面前 来归在上帝面前 不只是他自己 他也召集了这些领袖 一起回到上帝面前 跪在上帝面前 悔改认罪 他们一直祷告 圣经里面说 祷告到天亮 他们是否要忏悔一阵子 他是忏悔不断的在上帝面前 祷告 真正的悔改 直到上帝跟他们说话 所以弟兄姐妹在我们社会当中 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面对到问题 刚刚我说的 你碰了钉子 你碰了一脸的鼻子 这个鼻子奔到强 可能很多时候 是因着我们生命当中的罪 也可能很多时候 是因着我们的骄傲 所以我们面对到这个问题 但你面对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马上回到上帝面前 可是很多时候 那个问题 不是上帝给你的考验 可能是因着我们自己本身的问题 所带来的 是不是啊 所以当他手里知道的时候 你要马上回到上帝面前回开 你要马上回到上帝面前 来肯切地打靠吧 而要是一个人 这个人他是在美国公司的一个木材工程工作 虽然他是一个非常勤力 而且很有责任的员工 而且有一天他同样的回到他的公司去上班的时候 他看到他的桌子上有一封信 这封信 是紧固信 然后他看到这封信的时候 非常的生气 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 为什么要吵我鱿鱼 我是一个知道尽责的人 为什么今天要紧固你 他心里面非常的生气 暗亡 而且他非常的恨他这个总经理 无缘无故的吵他鱼鱼 所以他心里面就做了一个决定 好既然我是已经学会了这方面的 这个的技能和技巧 我这方面的知识 我就开一间同样的木材公司 在你的对面 我心里面有这样的打算 所以他就找了很多的方法 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去找这些资金 去找人一起的合作 要开这个木材公司 木材公司 可是在几个月过后 他还是没有找到办法 还是不能够成功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他所有的积蓄 他所有的储蓄 都被他用光了 所以这时候他更加的绝望 更加的相信 当他回到家里面的时候 他就对他的太太说 太太我非常的绝望 我非常的相信 我就好像是要死一样 哎呦 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做 我也不能够去做什么 只是他太太告诉他 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还有一件事情没有做 就是回到上帝面前 祷告 这丈夫听了他太太的话 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跪在上帝面前 祷告 他为着他之前所犯过的错误 他之前所犯下的罪 他之前自以为是 骄傲的那种的心 来撤回在上帝面前 而且他对这个的 总经理的仇恨 他也在上帝面前 来向上帝祷告悔改 当他祷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 他心里面对那个总经理的仇恨 完全消失 这时候他继续的 不断的来寻求上帝来祷告 上帝恢复他的生命 上帝再一次的给他盼望和能力 他重新呢 有这个宠刺的能力 他开始创造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建筑行业 他开始这个行业的时候 一切都非常顺利 有上帝的带来 接下来慢慢的 他开始另外一个行业 就是饭店的行业 而这个饭店的行业在美国呢 而且迅速的发展 而且很快的 他就可以成为一个 非常庞大的一个公司 这个人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这个饭店 就是Holiday Inn的 这个创办人 他叫凯隆斯·威尔逊 他曾经是一个活在绝望 仇恨 觉得没有盼望里面的人 或者在骄傲里面的人 因此他作为一个军动 他回到上帝面前 来创伟 来祷告 或者是他所碰到的问题 是因着他自己的心里面的 骄傲所带来的 而创伟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恢复他 而且上帝祝福他的行业 如果你有看这个Holiday Inn的历史的话 你可以看到 他在美国的时候 短打的二十年里面 他开了 他开了一千千个分盘 而这个 这样子的一个记录呢 是在美国可以说是 非常一个神迹啊 我们说是一个器材啊 他在当中 虽然看到一个人 真正的依靠上帝 而不是依靠自己 而不是骄傲的话 他的生命是充满着祝福 他的生命充满着上帝太阳 而是如果我们的生命里面 充满着罪恶 充满着骄傲 我们所面对到的问题 这一切种种的 就是使得我们灰心绝望 而是希望我们做一件事情 回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要在一起的恢复我们 Amen 而上帝不只是要恢复我们 阿宝靠里旁边 上帝要给你一个机会 上帝要给你一个机会 当耶稣要复复在上帝面前 祷告的时候 他不断的忏悔 恳气的来祷告的时候 上帝要说话 上帝要说什么呢 起来 你为何在这 恶复这样子坐在地上 当你愿意在上帝面前 悔改 可见荒告的时候 上帝要对我们说 起来 上帝要告诉你说 我要带你 我要引导你 我要在一起的恢复你的生命 Amen Amen 而是接下来 上帝也告诉耶稣亚说 第七章第十一到十三节 那里说 以色列人犯的罪 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 取了当面的物 又偷窃又行鬼杂 又把那当面的放在他们家居里 你起来 叫百姓自节 对他们说 你们要自节预备明天 这所指的明天 是指上帝所预备的明天 不再是耶稣亚自己所计划的明天 而是上帝所预备的明天 上帝所祝福的明天 而祝福的明天 还没有到来之前 今天你要做什么 圣经里面的七章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 百姓要自节啊 耶稣亚要叫百姓自节 所以那时候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看到 我们的明天 我们的未来 上帝祝福我们 上帝带领我们 上帝给我们一条 引导的道路 带领我们明天的道路 可是今天我们要做什么呢 上帝的原则是 今天你要自节 在那时刻当中 有罪的雅干要被去掉 有贪心的雅干要被去掉 有仇恨的雅干要先去掉 有不幸的雅干要去掉 有骄傲的雅干要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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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的明天 在等着你来 这就是上帝的原则 祝世的原则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不只是一字的求 上帝啊你给我祝福 你给我带领 你在我的生命里面 引导我 而是我们要想一想 我们今天我们自己 是否活在上帝的心意里面呢 弟兄姐妹 是否我们今天 是一个自己的生命呢 若我们今天是一个自己的生命 我们能够活着和神心意的生命的时候 我相信明天肯定是上帝所祝福 所拜你们 Amen 而接下来我们看到 当在攻打严厉根层的时候 上帝告诉以色列表姓说 严厉根层里面所有的财宝 你不可以拿 而是接下来上帝告诉 这个月室长说 当你去攻打爱城的时候 里面的他们的财宝 你们可以拿 为什么 上帝三地做事的原则就是 你要先献上 你要先来捡紧你的生命 你要先来遵行我的话 你要先将十分之一来献上 而在你生命当中你所需要的一切 我都要加在你的生命里面 这是上帝的原则 而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 请记着一点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圣洁 遵行上帝的话 我们肯定 我们的明天是上帝学祝福的 Amen 让我告诉你环境 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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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的来对抗 可是另外一批的以色列人民呢 就躲在这个山的后面 所以这一批跟爱城的兵士 对打的这个以色列兵士呢 他们要假装打输了 所以逃跑 所以这个爱城的兵士呢 就追函他们 但他们看到爱城的兵士 追击以色列百姓说 这一批的人就马上的 进入到爱城的里面 去把爱城的城市给烧掉 把那些软弱的给他抓满起来先 而这一批爱城在追赶的兵士 他们回头一看 他们的城市被烧掉的时候 他们的心里面就开始惊慌 好像我们是大败长 好像我们已经是什么呢 被什么 被以色列人所攻打 所以他们就跑回去 要拯救他们的爱城里面的人的时候 这些后面在逃跑的以色列人 又再一次的追赶他们 把他们重重的包围 就这样子打胜了爱城 所以能看到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 他说上帝不只是要给我们祝福而已 祂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给我们智慧 给我们的策略 让我们懂得只要去面对我们的问题 问题是 你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他们 上帝不吝啬给我们智慧 祂不吝啬给我们策略 是我们师父我们真正的装心的来寻求 来真正的回到上帝面前 来寻求依靠我们的上帝 这是非常重要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那么的美好 是那么的爱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只要我们抓紧上帝的原则 只要抓紧上帝的话语 我们的生命不需要 白白的走迷失了冤缓的道路 对吗 我们的生命不需要落在魔鬼的 这个的捆绑和压子里面 我们的生命 必定是上帝能够保守 带祢的祝福的 好 然后我告诉你旁边人 遵请上帝的话上帝必至福 对 上帝的话上帝必至福 而我们看到彼得 彼得他是耶稣的门徒 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失败了 对吗 他上次服务耶稣 但他失败的时候他非常的沮丧 他遇到问题 他非常的沮丧 他回去成为一个遗夫 看到他成为一个遗夫 他以为他绝望了 他以为再也没有的 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面前 没有办法来跟随耶稣的时候 耶稣亲自来找他 耶稣亲自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绝对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会遇到问题 可能是因着我们的罪 好像我刚才去说了 因着我们的骄傲 所以我们碰钉子 可是上帝要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 我们要谨记着我们上帝是慈爱的 他不是那个拿着整条来编你的 他永远是那个散开 他双手告诉你说 跌倒你不用紧 我要再次的扶你起来 给你第二次的机会 不是吗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若不是上帝的恩典 若不是上帝的慈爱 我们没有机会在这里 可是是因着上帝是那位慈爱的 是那位恩典的上帝 他给我们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回到他的面前 我们今天才可以成为和谈的恩典 有没有 所以请记着上帝是给我们机会的 上帝好不好 高兴老师上帝是给我们机会的 上帝是给我们机会的 上帝是给我们机会的 我要讲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德黑兰的皇宫 德黑兰的皇宫是设立在伊朗 它是一个在伊朗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的遗产 而这个德黑兰的皇宫呢 它有一个典故 但你进入到这个德黑兰的皇宫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非常的壮光 而且非常的美丽 可是他会有这么壮光美丽呢 上面是玻璃 旁边是玻璃 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所以他们就去法国订购了这个玻璃 可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 就发生了一些状况 但他们打开玻璃的时候 一看 这些玻璃很多 很多都已经成为碎片 而且很多的玻璃呢 也有很多这些裂痕 已经不是完整的一块玻璃 所以他们不能够用 因为他们的之前的这个想法 就是用整块的玻璃 在这些的墙壁上 怎么办呢 而且如果要重新订购的话 要运输过来的话 他们的工程就会当免了 所以当时候他们的当中 就有一个设计师想了一个办法 他说 好了我们就把这些破碎的 已经一块一块 不是完整的玻璃 贴在这个墙壁上 就裂痕的玻璃 一块一块的贴在墙壁上 所以他们就接纳了这个的 想法 这个点子 但他们做完成功的时候 当这个灯一打开的时候 整个的皇宫 比之前就想象的 更加的壮观美丽 因为这个灯照在这些 一块块的玻璃的 上面的时候呢 这个玻璃呢 就闪闪发亮 就好像宝石一样 闪闪发亮 比之前的这个想法 更加的美丽状况 所以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当中 可能我们不是一块 完整的玻璃 可能我们生命里面 经过很多的失败 经过很多的 可能你说我的生命里面 有很多不讨上帝的喜悦的事 我很多 在上 我的生命里面还不完全 我们就好像这个 有裂痕的玻璃一样 就是只要我们愿意 回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能够把这个裂痕的玻璃 把它改造成 比之前更漂亮 更美丽 所以弟兄姐妹 请记得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上帝要给我们机会 可能你今天遇到问题 可能今天遭遇到一些的困难 可能你陷入到一些的困境当中 可能是因着你自己的罪 或者是因着你的生命的问题 所带来的 可是请记着一点 希望我们愿意 回到上帝的面前 上帝要给我们重新机会 上面 圣地要再次恢复我们的生命 比我们之前是想象的更美好 只要我们愿意把它放在上帝的水中 圣地要再次恢复我们的生命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